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教宗方济各访问加拿大 猴斗被列为全球紧急卫生事件 温哥华成加拿大偷信之独 劣志文游泳管一人溺水身亡 罗伦多噪音限制新规 阿富汗难民被外包 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日 我是K勒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教宗方济各于7月24号开启6天的加拿大访问之旅 其形成的目的意在于 向上世纪既族制教会学校中 遇害的原住民孩童致歉 而这也是20年以来 首次有天主教教宗到访加拿大 教宗的第一站被选定在爱德蒙顿 之后会前往魁省 努拿乌特地区等多个地方 在阿省的行程中 教宗计划前往一间 原教会寄宿制学校 并与幸存者会面 据悉 这是教宗本次行程中 唯一一次造访原寄宿学校 当日晚先时候 方济各将会前往当地教会 与教徒和原住民社区成员会面 在上世纪 超过15万名加拿大原住民孩童 被强制送往寄宿学校学习 期间 这批孩童遭受了严重的虐待与歧视 超过60%的寄宿制学校 由天主教会运营 针对这次方济各访问加拿大 联邦政府拨款了3500万加币 用于支持访问期间的费用 以及原住民的旅行开支 同时阿省也为本次访问 拨款2000万加币 用于改善造访地区的基础设施 接下来为您播报家国新闻 喉豆被列为全球紧急卫生事件 当地时间7月23号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喉豆疫情已经在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内 快速传播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大面积传染事件 因此经世卫组织讨论后决定 今日起将喉豆正式列为全球紧急卫生事件 尽管喉豆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但之前从未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引发大规模传染 直到今年5月 欧洲和北美地区才突然报告了数十例确诊病例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 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目前的喉豆病例 由99%为男性 而在此之中 又有98%的患病为男同性恋者 按照加拿大一名专家的推测 喉豆在全球的传播可能与疫情后期 人们在狂欢节上发生性行为导致的 截至目前 包括英国 加拿大 德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 已经订购了数以万剂的疫苗 但同性恋狂欢节的继续 的确值得世卫组织的关注 温哥华成为加拿大偷信之都 当地时间7月24号 加拿大邮政局表示 将在未来5年内完全停止逐户送信服务 展而设立更多的社区信箱 但BC省内的警方却表示 温哥华已经成为了全国信件盗窃案的首发地区 如果全面推行社区信箱服务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恶性局面 作为加拿大官方信件的指定邮寄单位 加拿大邮政往往配送者 向身份证明 报税资料 以及银行文件等众多敏感资料 在传统的配送方式下 犯罪者很难进行大批量的盗窃活动 而社区信箱的设立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集体道歉的难度 按照兰里皇家骑警的说法 一名熟练犯罪分子 可以在20分钟内盗取一座公寓楼内的所有信件 而当犯罪分子得手后 便会第一时间搜刮信件中的支票和财物 再将获取的私人信息卖给诈骗团伙 列治文游泳馆一人溺水身亡 据Richmond News报道 本周六早间 位于列治文社区中心的一间游泳馆 有一位顾客在遭遇明显医疗紧急状况后死亡 列治文市政府发言人在随后表示 这一事件完全属实 但遇难者的死因仍然有待讨论 按照法医的说法 溺水似乎不是最直接的致死原因 关于遇难者的确切死亡原因 必须由验尸官仔细确认后才能向死者家属公布 一名目击者表示 死者生前的确在水上活动区 事发后 游泳馆的救生员和工作人员都在第一时间前往救治 短短十分钟内 包括消防救援和急救车辆均在第一时间内抵达事发地点 但不幸的是 遇难者已经抢救无效 当场身亡 一位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救生员表示 很多情况下 溺水者并非不获游泳 身体的突发疾病导致的短时失去意识 一直都是非常致命的 多伦多噪音限制新规 近日 据加拿大都市网报道 在去年夏季的规定中 操作吹液机割草机的电锯等大功率高噪音动力设备的工人 可以在工作日早上7点至晚上7点工作 而从今年9月开始 噪音限制将会延长至早上8点 周末和公共休假日则继续保持为早上9点 这意味着市民将会拥有额外一小时的安稳睡眠时间 与此同时 多伦多市政府也提出申请 以期加强车辆噪音限制 对改装排气 以及制造不必要噪音的车辆 出以高额罚金 多伦多市长庄德利表示 多数情况下 过大的车辆噪音 是由车辆故意改装引起的 它将致力于解决车辆噪音扰民和其他相关问题 例如超速和特机驾驶 目前市议会正与多伦多警署就车辆突击执法 和为警察配备声量剂的谈判进行讨论 预计明年 多伦多市将启动全面审查噪音条例 并将就闲置汽车的升级限制 噪音对居民的健康影响等问题 做公众咨询 阿富汗难民被外包 近日经过CTV News的长期摸牌走访 确认在多伦多的一间阿富汗难民酒店内 许多难民已经被困在这里长达一年 这批难民中 有人被安排于有性侵前科的房屋中介租房 还有人被安排入住高于市价的出租屋内 经调查后 CTV News还发现 联邦IRCC部门将难民接待工作 交给Polyculture负责 而Polyculture却又将该任务转给其他组织和个人 一位16岁的阿富汗难民表示 他已经在难民酒店内居住了5个月的时间 除了玩手机 几乎无事可做 而被安排入住高价房的难民透露 他们之前其实已经找好了更廉价 调节也更好的房间 预计可以为纳税人节约近千元的税金 但却被强迫接受这栋 更破却更贵的房屋 事发之后 IRCC派出了一个由联邦雇员组成的大型代表团 前往该酒店 与负责难民安置工作问题 Polyculture工作人员会面 该组织负责人表示 已经停止与不合规的组织合作 并会尽快整改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